我们会想要把他送离开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大小便失禁 然后我们家是五楼的公寓 他都会可能三楼大便 四楼大便五楼大便这样 所以就是已经造成邻居的困扰了 威威道来长照的心酸 家中有一位失智的叔叔 连有护理背景的他 都觉得长照很困难 政府的管道可能真的很多 可是民众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寻求 然后一直提倡的一话一话 可是有多少个人家 他们会去用这些电脑 其实根据调查 有近86%民众怕便长照难民 当中65%担心会入不敷出 49%怕被迫离职后没收入 35%忧心难再重回职场 上班就已经够有压力了 我下班在照顾 在不知道如何照顾之下 或外劳的不正确的照顾之下 事实上我常常会在 这个上班的途中 接到一些紧急电话 那谁来分担 我的压力 下班后无法喘口气休息 是许多长照者的痛 事实上近四成的照顾者是 31至40岁的中壮年 七成有全职工作 下班之后还要花6.6个小时照顾 平均月花2.3万元 其实长照的议题 冲几乎是全部产业的一个经济问题 举例来讲 台湾现在是一个高龄跟烧子 工作人口将会从现在的1500万 剩下1000万 所以第一个税收少了 事实上所有的产业都受到冲击 那最大的冲击就是政府 要化解长照的无助与无奈 政府需要加紧脚步 不然长照可能会变成 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董城产新闻刘一轩卢博冲台北报道